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造成失误,索性亡羊补牢 挽回了患者的性命 但他还是与院长一起向老马坦白了错误 借此机会,马主任如愿变成了马院长 他让每个实习医生做素质报告 并说,萧恩缺乏沟通能力 若想留下必须做出改变 建议克莱尔多些自信 让小雷少些霸道,多些团队精神 这点是卡罗在圣文德医院的最后一天 马院长派他与萧恩 一起到老院长支持的慈善移动诊所 被流浪汉门看病 有个叫哈利的邋遢男人 趁人不备钻进了医疗车 看着他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的样子 萧恩判断他有精神分裂症 这时哈利用手翻起伤嘴唇 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 萧恩让他用酒精漱口 但他却找不准杯子的位置 并说脖子很疼 卡罗觉得这是细菌性脑膜炎的前兆 若脓肩住大脑会加重他的偏执症 必须立即在他回医院做腰椎穿刺 萧恩却躊躇不前 因为他怕马院长会迁怒于自己 直到卡罗说 如果出了事我负责 萧恩才同意 卡罗劝萧恩应该去陪院长 可萧恩却不肯 没一会儿老马就找到了他俩 并斥责卡罗 你因为恨我 所以想证明我是错的 然后你好带着胜利离开 卡罗却说 我只是认为他可能换了细菌性脑膜炎 老马随即回应 如果你错了 我就给丹佛医院打电话 你给我迁毒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结果很快出来了 哈利没有脑膜炎 萧恩安慰卡罗 别担心 你还年轻 有足够的时间在其他领域大方异彩 但这种安慰真的很无力 见萧恩还要跟自己去移动诊所 卡罗再次劝他回去陪老院长 并戳穿他 因为害怕 所以想忙起来分散注意力的心理 梅组长这边 接着了一位罕见的 需要进行背驼式心脑移植的患者 医生们个个两眼放光 跃跃欲试 当梅组长得知 老马背着自己提前与患者沟通 并且也向媒体宣布 要进行手术时非常不满 马院长解释道 我已跟病人及家属解释过了 媒体的关注 对这次手术的筹款十分重要 梅却认为 老马是为自己晋升院长进行造势 树立好形象 老马没有否认 我也是想有利于我们打造一流的外科中心 将来无论谁计论了外科主任的职外 都会引以为傲 这时双心病人的核磁结果显示 病人有主动脉瘤 连两颗心脏都在为那里供血 梅认为这种情况无法手术 遇上老马汇报 但他刚刚离去 克莱尔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是否可以切除整个异常段 缩短生主动脉 小雷支持 若我们用巨四符以西移植 就能降低主动脉瘤的风险 于是克莱尔三人一起来到院长办公室 讲述了改良版的单位手术方案 老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梅却认为不可行 食物有两成可能会在缝线中破裂 老马询问是谁的主意 克莱尔小心翼的说 我俩一起讨论的 小雷却毫不留情的说 这一切都是克莱尔的主意 两人彼此投去怨恨的眼神 老院长来到自己的组织医生 兼同事布莱茲的办公室 他相当不配合 对医疗方案指手画脚 压根没摆证自己是病人的位置 但布莱茲医生也不是吃素的 他让老院长一天都踏实待在这里 红心做警察等待结果 这种等待对老院长来说实在煎熬 他一杯杯喝着水 还把杯子团成团玩起了头篮 会长知道老马遇到的难题 对他说 你想想 如果是老院长会怎么做 他很善于摆布他人 总能找到达成目的的方法 老马受到启发 对梅用了激将法 其实你不想手术 归根结底是你认为 自己没有能力完成手术 但我是相信你的 梅生气的对他下了逐客令 但这招确实管了用 香尔来到后诊室 看到狂糟不安的老院长 他神经大调的说 我想看书 但卡罗总让我来陪你 于是我想到 我能边看书边陪你 院长听爸似乎更烦躁了 继续把一张张警察报告 团成团置向对面的废纸楼 香尔叫他别扔了 但老爷的正在气头上 哪肯听 突然香尔也把书扯下一页团成团 用公式在脑中努力计算着 猛然意识到 流浪和哈利拿不到杯子 应该是无法把可见的物体 组合在一起的缘故 哈利换了脑瘤 他兴奋的冲了出去 对卡罗说明了情况 便让卡罗帮自己 一块把哈利找回来做横色共振 两人重新回到那里 但流浪区的人很不友好 甚至放狗吓唬肖恩 各式各样的噪音 令香尔几近崩溃 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找到了哈利 肖恩实体地上的身份证说 其实你不叫哈利 你是爱德华 我患有心理疾病无法医治 但你却可以 哈利惊讶的望着肖恩 他听懂了 没终于同意 采用巨祀符以西移治法进行手术 虽然手术有风险 但他相信自己能成功 这时老马怒气冲撞地闯进何姿势 怒不可恶对的卡罗说 你非要惹我 不惜结束你的职业生涯是吧 也不管是否连累肖恩 卡罗反驳道 我在这正是为了肖恩 他认为病人情报危急 所以带病人回了医院 因为他会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支持他 让我无比自豪 肖恩插嘴道 病人有右顶叶脑瘤 于是老马批准了手术 姜恩开心地用手来碰碰卡罗 两人会心一笑 双心病人的主动脉壁 薄得如同卫生纸一样无法缝合 梅决定采用居士服乙气 造一根新的主动脉 他在大胆嘲试 让医生们目瞪口呆 把捐赠者的心脏植入 岔开旁路 等待结果时 所有人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直到监测医上出现两个心跳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没挑衅般看了马院长一眼 而后克莱尔主动要求接手 进行后续的缝合工作 他有意看向老马 老马又赞许的目光回应了他 也很顺利 他的妻女接到通知赶来医院 此时爱德华的神志已恢复正常 一家人幸福地抱在一起 萧恩默默走出病房 卡罗立即追上来 我对老马说的是认真的 他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欣赏到你的优秀 但是我懂 谢谢你萧恩 傍慢 老院长坐在医院门口等萧恩下班 萧恩说 我与卡罗告别了 他不得不去担分 而我得在这陪你 老院长说 任何人都不能决定你要去哪 我走过了很长一段路 最终我必须独自承担 明白 我和你在一起 克莱尔找到卡罗向他道别 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但我却犯了个错误 我希望你留下 卡罗却说 道别总是很艰难 但不代表是个错误 我想有一天 我们都会非常幸福 说完他在克莱尔头上深深意买 用手拭去他脸上的泪水 转身离去 萧恩回到公寓 惊讶地发现 丽雅居然站在门口 好了 今天雨哥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 打开你的更新提醒小铃铛 并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雨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的铁粉专区 抢先更新八级视频哟 雨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转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